阿拉耶士 阿拉耶士他受訓 你每一次投胎 你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壽命 或者幾天或者幾年 或者幾十年 那你這個生命一定有一些生口醫的活動 你這個生口醫的活動 你一動 第八世就開始受訓 所以你不可能每一生阿拉耶士都固定了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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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斷地接受訓息 你不要說每一生 你今天的阿拉耶士跟昨天就不一樣了 一天就不一樣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為什麼我們出生以後 都不能記得以前的事情 其實阿拉耶士有很多種子 你今生只是你阿拉耶士 很多很多很多種子其中的一小塊種子 起現行 所以福報到的人阿他很難修出離心阿 他很容易被今生的美好的光景阿所騙 他以為他生生世世都是如此 所以福報到的人很容易常見 我要提醒大家 你今生可能是你無量生命裡面最美好的一次 真的 你可能 過去說了很多善惡道你也忘掉了 你剛好今生 剛好抽中了你最好的一塊業力出來 你今生是你無量的種子其中一小部分阿 佛陀用水泡就是 你想想看大海的海水這麼多 它只是其中一個水泡阿 不要太相信今生阿 它是你很多很多生命的其中一小塊而已阿 你真的不要被今生的因緣騙你 尤其福報到的人阿 佛陀要我們修無常觀阿 所以說 因為你這個業力本來就沒有什麼相關性阿 你今生可能就是哪一生做了五屆十善的業 或者是上品或者中品或下品 這個業力表現出來了 而第七世的執著他五外子呢 第七世的執著很特別 他不言過去也不言未來 他只執著精神 所以這為什麼他不能把全身的自我概念 緣系下來 第七世是很專心的 他誰所生所細 得什麼果報 第八世呢 第七世言什麼像什麼 當你是螞蟻的時候 他就變成一個螞蟻的自我 當你變成一個國王的時候 那之後第七世就變成以國王而自我 所以他的 這整個因緣全部都在變化當中 所以佛法講無我嘛 它沒有一個長意不變的東西吧 所以我這邊補充一下 好我們來看看這個 我們生命的反轉 前面是說明我們過去生留下的東西 生死的業力 自我的直取 那麼現在呢 我們來看看這個 我們生命的一個反轉的願力 先看第一道題 師父於課堂中提到 對峙第七意識 要從第六意識下手 無法直接改變第七意識 其原因是否為第七意識的活動 是第六意識所表現出來的 其實第七意識各有它的獨立字體 從我直的角度 它是兩塊 一個是第七意識表現出來的 第二個 這叫聚生我直 第二種我直是透過第六意識的分別才產生的 叫做分別的我直 一般來說 招感生死業力的這一塊 是分別起的 所以寄生的這一塊 我們可以暫時放下 因為寄生的我直 它是比較平等的 這個第六意識的分別的我直 它是選擇性的 你看第七意識的我直 它是把所有今生的音言都執著 執著為我跟我所 第七意識 但第六意識是帶有情緒的 你看我們第六意識的 繁複的妄想執著 有妄想帶動的執著 你不可能所有都執著 你要先打妄想才會產生執著 所以它是選擇性的執著 第六意識的執著是選擇性的 第七意識的執著是平等性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七意識的執著只延現在 它不延過去也不延未來 第六意識就不一樣 第六意識想到什麼就執著什麼 它可以執著過去 雖然這件事已經發生很久了 但是它第六意識還是揮之不去 它還是把它抓住不放 那個影像還是不想把它放掉 這個就是一種分別的執著 因為你不斷地分別它 你就加強你的執著力量 所以這個第六意識的執著 包括過去現在未來都有可能 我們一般來說 你從往生的角度 你第七意識的執著先可以不管它 因為它不遭感分斷生死 但是分別起的執著 這個地方要注意 所以我們一般來說 修無分別字啊 它主要是中斷第六意識的執著 就是帶有感情性的執著 這種一定要分別 要打妄想它才會生起執著 但是第七意識 真正第七意識的寄生的執著 你不打妄想它也會再執著 那麼這一塊就不是我們能夠管控的了 這個就太生了 那麼這個地方它也不遲論分斷生死 所以這塊放一放 所以我們要對峙的是 帶有妄想的執著 就是有妄想引生的執著 這一塊 今生你要做這件事情 有沒有問題 請說 師父慈悲 弟子請問一下 那在日常生活中 這個對峙 帶有執著的這個第六意識的時候 那情緒這個部分 像一般沒有學佛之前 我們可能受到某一個業力刺激 都會有情緒 那一般人可能的思維邏輯就是說 我不要某個情緒 譬如說痛苦的情緒 難受的情緒 我們就會在情緒上去做文章 但從微視的角度來說的話 這個情緒是不是某種程度上 也是從第八意識 由上而下刺激來 所以情緒這樣是一個 好像是一個sign 就是告訴我們說 好這個地方我要留意 我們著重的重點是 改造思想 而不是在跟那個情緒打交道 是不是這樣子 對對 因為你全身 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喜好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第六意識一旦分別的時候 他一定跟進他的等流洗器 所以會越執著越重 你今天會喜歡這個東西 一定有前因 然後你又不斷地往這個方向走 他執著就越來越重 就越來越重 所以我們為什麼叫修無分別次 就是把這個路給切斷 因為你越分別 他就越執著 這有關係的 所以你分別性越重的人 就越容易執著 這個是有關係的 好請坐 這題有沒有問題 好我們看第二題 請師父開示 先把心送到極樂世界 是怎麼送 當然心是無形無效了 沒辦法送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 我們有一個目標 因為第六意識 我們所謂的第六意識 它有很多好處 但是他作為一個修行者 他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他這個心是 不定性 不定性 所以你不發怨的時候 你管控不了第六意識 你如果不發怨 你如果不把心 鑄在來生 你就一定會攀岩今神 所以佛陀為什麼要我們意念 意念佛陀 意念淨土 若眾生信 意佛念佛 現前當來必定見佛 你要不斷地意念他 第六意識 第六意識 他除了造業力強 各位要知道 他呢 也很會去激發業力 他不是造業而言 他還會去論神 你臨終的時候 你怎麼把你平常所有念佛的力量 都把它集合起來 就靠第六意識的意念 新生者種種法生 你臨終的時候 只要不想到娑婆世界 想到極樂世界 你幾乎就有可能往生了 幾乎了 一個人最怕就是 臨終的時候 一直在想你今生的事情 就糟了 誰都救不了你 因為你四心做娑婆世界 你的內心都在娑婆世界打轉 你怎麼上得去呢 第六意識是動聲發語 毒為罪 隱瞞能遭業力千 我們不相信一個人 你平常都沒有想到淨土 臨終的時候 突然想到淨土 你認為這有沒有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不太可能 這不合乎英國的法則 所以你必須要 你的心要跟淨土要很熟悉 簡單講就是伸轉熟 這個道路你要經常走 你才會熟悉 有些人對淨土是很陌生的 這對你很不吉祥 一般人是這樣 一般人他對佛號很熟悉 他對佛號有強烈的歸一心 但是他念佛的時候 他相信阿彌陀佛是無量觀無量獸 他相信阿彌陀佛會救拔他 但是他沒有想到說這個佛號到底要去哪裡 他沒想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佛號變成沒有方向 他沒有願意阿 他沒有願意阿 這方向沒有方向 最後在說佛世界得到糖果 因為你沒有似心做淨土 他怎麼會似心似淨土呢 他怎麼會有結果出來 各位 所有的因緣都要創造 沒有一件事情是自然產生的 你就算感應到焦 你要做些準備吧 是吧 阿彌陀佛成就這麼多的功德 但是你怎麼去把這個佛號引導到淨土去 信願 然後辭民 所以你必須 其實你如果要往生的話 你必須把說佛世界放棄 說實際上就是這樣子 你必須要取捨 你不可能兩個都要 不可能 兩個都要 你最後結果就是沒有辦法往生了 所有淨土中能夠成功 只有一個情況 就是背水一戰 把精神放棄 把心住在淨土 為來生而活 只有這種可能 這個時候你的第六意識 你對說佛世界的攀岩減少了 執著減少了 他的生死業力自然就沉添下來 第八世的業力 最需要第六意識的攀岩來自論他 所以你心沒有到淨土 那你的心 會在哪裡 你們猜猜看 就在說佛世界 你不可能在不生不滅的空性 你現在只有兩種情況 你還有其他情況嗎 你不是在淨土活動 就在說佛世界 就兩種而已 那就完了 你以為你不可能達到無生嘛 所以你在說佛世界一活動的時候 那就 就把所有的生死業給刺激了 因為你一分別 就帶動執著 一執著 讓生死業力變得更有力量 它是互相有關係的 所以你不想刺激生死業力 你必須把心先把它投到淨土去 因為你必須轉移目標 你不可能無助 我們不可能說我心完全無助 那是聖人的境界 你要讓心有一個住處 既然今生不能住 你就把心提早提早住到淨土去 這對你是非常有幫助的 為了來生而活 這個對淨土中的人是最好的思考模式 提前為臨終做好準備 這個事情你平常就要做好了 你不要說到臨終的時候 哎呀再把心送到淨土去 送不去了 送不過去 因為你太生疏了 那這個另外有沒有問題 就是 你心 要先到淨土 你的佛號 才可以到達淨土 就會是心來引導佛號 很多人錯亂因果 以為佛號會引導你 如果佛號會引導你 那每一個人念佛都應該往生啊 而且這樣子也違背佛教的因果思想 一切唯心照就徹底推翻了 我們要強調 阿彌陀佛的聖號是無量光無量獸 但是它沒有方向性 是你的心 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 是你的心來引導佛號 不是佛號來引導你 這個是他生的思想 這個諸位要很清楚 好 有沒有問題 請說 師傅 為了往生我們要 師傅講過要斷相續心 我想這可能主要指這個惡業 那現在有沒有說 有些非惡業的相續心也要斷呢 比如說禪月 如果說貪戀禪月的話 師傅會障礙往生 還有像這個 你講話 你說什麼禪月什麼 禪月 禪月就是禪定的時候 你要說或者說打坐的時候 太快樂了是不是也會障礙往生 什麼太快 禪月 禪月 打坐的 禪定的禪月 禪月就是禪定有法喜 就是禪月維持那個禪月 那怎麼樣 會障礙往生是吧 對 如果貪戀那個禪月 那當然啦 你說博士就我剛剛講過 三界的快樂 三昧樂 五億樂 都不能貪愛 因為它都是無常的 那這樣的話 這樣講的話 因為禪月並不是惡業 那就是說 除了這個禪月之外 還有沒有我們要注意的地方 假如說 有人說 為了往生 他不願意與眾生結緣 他不參加放生 像這種東西 我們是不是有的相信心也要斷 你說 譬如說什麼 放生 放生 放生會這樣往生嗎 你貪愛放生是不是 有 可能也看發心 但是有的人覺得這樣 會跟很多眾生結緣 然後 那沒事啦 你這個眾生結緣 你讓他 願以法協眾生 同生俱土 緣是可以結 關鍵是 你怎麼導向他 也沒有錯 你本來就跟他眾生結緣 問題是你要把這個緣 往哪裡去導歸啊 關鍵啊 你怎麼去引導這個緣啊 大正佛法不否定 不否定因緣 怎麼是你引導他 你要引導他 善加調伏引導 你不跟從這檢言也不行啊 是嗎 因緣沒有錯啊 因緣它可能對你產生障礙 它也可能是你的幫助 你要引導他 一個水 它可能放濫成災 但是水也可能會變成灌溉良田啊 你說水有錯嗎 沒有錯 好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發怨 就是這樣 因為你怨決定了 你的思考模式決定了 你的音源會跟你的怨跑 你不發怨 你不發怨 那你的生命就充滿的不確定 那就難說了 好 好 請 臨終的時候說我們往生是 有一個說法就是隨願 發願 然後還有就是隨這個業力 隨願跟隨念 隨念就是願 是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隨習氣 隨習 對 那如果沒有修淨土法門的人 那他沒有發願往生西方 然後他也沒有重大的二業跟三業 那最後他就是隨習氣往生嗎 不一定 也不一定 他一般來說沒有業力的人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習氣 那麼這種沒有重大業力的人 他的重陰生啊 就會停留很久 那麼這個時候臨終的時候啊 就充滿的不確定啊 那麼這個時候誰幫他做一些超渡啊 開導就很重要 如果他沒有重大的業力的話 我的問題就是說隨習氣嘛 那我們做人 應該有很多人的習氣 那應該是 在來生的時候應該是在做人嘛 為什麼佛說我們在做人的機會很少呢 因為我們 你的心裡面只有人的習氣嗎 是咩 我覺得不應該那麼單純吧 不會那麼單純啊 我們有很多三二道的習氣呢 請說 師父慈悲 第一次想請問師父一下 關於這個發願有沒有一個特定的遺軌 或者說一個特殊的方式 這樣可以做一個堅定堅固的發願 臨時大師的發願文就很圓滿 臨時大師不是 就是這個棄手西方安樂過 就是等於說需要每天這樣念 你的願意簡單來說第一個 不能離開眾生 最好是跟眾生在一起 要夾來眾生來發言 這最好 對不對 你因地有眾生 你得果報的時候 才能夠有無量的妙用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 不能離開淨土 是吧 願生西方淨土 第三個 不能離開成佛 這三個最好 你只要這個願滿足的三個條件 有眾生 有淨土 有佛道 這個願非常圓滿 是不是 可能每天都要念 對 讓你的願更堅固 這個道路 因為 第六一四 它就是 它變化很厲害 你必須要慢慢的訓練它 走在一個 你規劃的道路上 好 好 我們再看下一個問題 在修學的過程當中 對第六一四的條斧 應該從何種下手 其實第六一四的條斧 條斧跟引導 每一個狀態不一樣 如果是 如果是 聖道門 當然它往空性引導 往菩提心引導 往處理心引導 但淨土宗的引導 它當然引導到葉梨索伯 星球極樂 它不斷的教育第六一四 告訴它第六一四 索伯世界是痛苦的 你 索伯世界 雖然會給你快樂 但是你一定會付出代價 你要不斷的信念告訴第六一四 有這麼回事 然後告訴你極樂世界的功德莊嚴 所以從這個淨土宗的引導 它主要是兩塊 讓你放棄說佛世界 讓你尋求極樂世界 當然 淨土宗的願力 往生的願力 如果跟成佛的願力結合在一起 那是最好的 為了成佛而往生 這是最好的往生的概念 你這種品味最高 對你以後到了極樂世界 也最有利 你的陰地的種子種得最圓滿 所以我們這次在維世學 講到修觀的時候 我們是把往生的願力 往生的思考 跟成佛的思考做一個結合 總之 第六一四 如果你不教育它 它會闖禍 第六一四 你好好教育它 它會創造無量的功德 看你 而且你的希望也就是 全部記住在第六一四 第八四 它不歸你管 但是業力最快 第七一四 它就是給你做障礙的 它根本就不可能去歸你管 前五四的感受 完全是第八四 業力釋放出來 它也不歸你管 所以我們現在唯一的希望 就是第六一四 你現在有兩種選擇 你就放中第六一四 跟著感覺走 你想幹啥就幹啥 完全感覺 你想做什麼 你現在的感覺想幹什麼 就順它 那第六一四就壞了 那麼第二種 你就是必須教育它 你先設定一個目標 讓第六一四 跟著你的目標走 就是你聽我的 我的目標是什麼 我必須找到這個 葉尼索伯星球集隊的目標 那你必須要不斷的訓練它 當然它會犯錯 但是你必須跟它溝通 你要很有耐心 每一次犯錯都要跟它告訴它 你這樣子做 會什麼後果 第六一四是可以訓練的 慢慢慢慢它就聽招呼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 要學習道理就是這樣 你要有正見正思維啊 佛陀說了很多的法 其實就是讓你用來教育第六一四的 就這個目的而已 當然方便有多門 有些人 他聽這句話很相應 就上去了 有些人他一定要聽到另外一句話 他才會喜歡 那你就必須要去try 你的根基 是適合從哪裡切入的 我都訪問很多 總而言之 你在課堂上所聽的東西 只有一件事情 你回去用這個道理 來教育你的第六一四 叫它聽你的 照你的規劃走 這個就是修行 好 有沒有問題 但是你不能把第六一四給完全停下來 有些人是把第六一四完全無想 這樣子第六一四變成嚴峰不動 他也沒改變 佛陀要你訓練第六一四 他可沒有叫你把第六一四停下來 你把第六一四停下來 你就是一灘死水了 死水不藏龍 你怎麼改變呢 這非常可惜 你得到人生這是很大的機會 你把第六一四停下來 挫損菩提 喪失一個好機會 好 有沒有問題 所以你必須要 用關照力 去調伏引導第六一四 讓他照你的目標走 照你的節奏走 當然你現在要有個目標 要不然第六一四今天這明天大的 你要有個目標 你要有個長眼目標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一些短期的調伏引導 慢慢照目標走 當然他不可能一事到位 但是你必須很有耐心 法律不可思議 佛陀開的法要不可思議 有關教育訓練第六一四 有關教育訓練第六一四 有沒有問題 有關教育訓練第六一四 有沒有問題 其實就是從那個第六一四 那個想心手 想 這是最關鍵的 你是怎麼想的 好快 我是一個心手 第六一四的想心手就重要 他想錯了 那第六一四就毀了 請說 我想問一下那個第六意思跟那個心是不是可以就是可以發等號 對對對 我們一般講心就是第六意思啦 一般講心 原則上都講第六意思多啦 因為他活動力最強 造業力最強 他的思考能力也最強 一般我們講心是講第六意思 請說 有人講這個三魂七魄跟這個怕是有什麼關係 有人講往生的時候要三魂一起往生 生魂 絕魂 靈魂 三魂七魄 哦 三魂七魄 這是道家講的法 是吧 就是有的法師也講過說往生的時候 我法師講三魂七魄 我有聽過 我進入裡面沒有這種說法 他講八四而已 三魂七魄 根據我所知是道家說的 有沒有對應 這個怎麼對應我也不清楚了 他們是怎麼去判的 反正八四就這麼八四唄 因為有人講是說往生的時候要三魂一起往生 往生是要第六意思來引導第八四 第八四所有的業力都必須要順從本願 讓它順從 你必須把第八四統一起來 只有第六意思做得到 這件事情只有第六意思做得到 現在問題不在業力這塊了 所以偶爾大師說你要第六意思你要善加引導的話 連造罪都可以往生 他說就算誤造惡業 術極懺悔 也是往生的資料 你看他講到這種程度 現在主委你不要 關鍵不是說你業有多重 他的煩惱有多深 這個都不是問題 關鍵是你現在第六意思未來要怎麼做 現在關鍵我們已經不是你過去做了什麼 而是你未來要怎麼走 第六意思是影響力最大 最有改變空間的 進土宗 放下屠刀立定成果 這句話只適用於進土宗 他可以不管你的過去 但是他非常在乎你的未來 你是不是願意相續下去 還是做出改變 他只論未來不論過去 但是如果這個業你繼續照做 你一定不可能帶業往生 這個業你帶不走 如果你還在照做的話 這個業他不可能讓你帶走 因為你不斷的在刺激他嘛 你怎麼帶得走呢 所以斷香去心 這個就變得很重要了 你要讓業力沉澱下來 你必須靠第六意思斷香去心 或者他也沉澱不下來 沉澱不下來 那就不是第六意思引導第八世了 那就不是隨念往生了 那臨終的時候就第八世引導你了 對不起 你把第八世養得肥肥壯壯的 你不斷的去治論第八世 臨終的時候第六意思說了就不算了 那叫做隱瞞人造業力千 所以你看你是要加強第八世的業力 還是要加強第六意思的怨力 看你囉 你現在都有機會改變 當然第六意思你不能跟他來應的 我們講過智慧永遠是最重要的 你要跟他溝通 你要說道理給他聽 讓他產生聖結 他才會心甘情願地去做 你規劃的道路應援走過去 好我們看第四題 師父如果你對每一件事情 你說對每一件事情都打妄想 那你背後的生死業力一定比別人重 因為分別的我法二指 最需要第六意思的分別 所以用無分別式去對治他 但是一般人事的因言又必須分別 兩者因如何平衡 人事的因言當然要分別 但是你如果要斷除生死業力 又必須五分別 佛教的五分別 我們明天開始講五分別觀 就是怎麼去截斷生死的業流 他的五分別 他偏重在果報這塊 他的因地是要分別的 就是說 凡事盡心盡力 這一塊要分別 這個事情應該怎麼做 菩薩應該要散角分別 但是 成敗結果成敗交給業力 不要在結果上分別 我們現在的分別是分別錯了 眾生為果 我們現在都是在結果上分別 佛陀意思就是說 結果不要分別 因地你要如理思為 要分別 是這個意思 當然這也很難 對不對 因為我們對成敗得失還是看得很重 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參公書有個方法 他把人生分兩塊 第一個 五十五歲以前 跟五十五歲以後 他認為你一個人到五十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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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人生的一眼也就是這麼回事了 能夠進步有限 你就開始要加強五分別 人要開始要收了 人啊 收尾收得好 比起步好更重要 尤其進度中很強調收尾 收心 你到五十五歲你再不收心 你這輩子就收不起來了 你心不收你業力就收不起來 這兩個是一體的 你還在攀岩 你的業力就跟著你活動 我們一個人要面對生活嘛 對不對 但是我們要處理生命 生活是一時的吧 我們讓今生活得好一點 這個是有需要嗎 生安道了嗎 但是你也要考慮生命的問題 輪迴問題 你今生不解決 那麼什麼時候是個頭呢 所以按倉項數的規劃 五十五歲 重視生活 五十五歲以後 開始處理生命的問題 我覺得從年齡上區分也挺好的 那大家有什麼意見沒有 這塊 生活跟生命 不過諸位你要想到一個問題 你覺得你今生的成就 是求來的嗎 是真來的嗎 你認為 你認為這個說 你今生的成功是因為我很多分別 所以我再這麼多成就 你真的這樣認為嗎 蛤 對 不是的 其實你不去分別啊 該你的 還你的 但這個道理很深啊 我們以前總是認為說 人要去分別 要去計較 所以你才會成功 其實我們很多錯誤的觀念誤導我們 其實不對 你能夠成功啊 是因為你有善業力 是你有福報 你不去追求 他也會成功 當然我們因 我所謂的追求是 結果去追求 所以你要知道 其實你的快樂 跟別人是沒有關係 你是在享受你阿賴耶士的善業 你該有多大福報 就有多大福報了 所以他無無別事的意思就是說 不要把結果看得太重要 因為這一塊你沒辦法改變 它是一個成熟的業力 為師的角度是 阿賴耶士變現果報的時候 你要任命 所以我們別置 但是第六意識在攀岩造作的時候 你要小心 最好第六意識能夠根據你的規劃走 他重視因地 放棄果報 他的態度是這樣子 有沒有問題 最後一個 我們再講最後一個 師父說到 靜土中要培養臨終的正念 是什麼意思 第二念的正念 正念阿 第一念的正念不容易做到 諸位 你相信你臨終的時候是 身無病苦 心不貪念 意不顛倒 然後正念往生 你相信你會這樣嗎 你相信 那你這個人很有知情 因為我們 我們平常 除了念佛 意佛 也打很多妄想 你不是一天到晚待到佛堂嗎 所以我們的業 其實錯綜複雜 我們的妄心 也不可能完全都是 一心歸命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所以我們有可能 要假設一種情況 就是我們靈終的時候 有可能業障先先前 顛倒妄想先前起 先先前 有沒有可能 絕對有可能 那麼你在這個時候 怎麼產生反轉 就是培養第二念的正念 當然你如果說 臨終的時候 一下子就進入狀態 像偶依大師 但是一樣一開始就 哇 身心很安詳 然後臉受紅潤 人家稍微註練一下 就提起正念 就往生 那恭喜你了 是吧 那你根本第一念就是正念阿 但是有時候 我們看進土聖學路 有些人不是這樣子 他可能業障先前前 顛倒妄想先前前 但是他善根深厚 他產生逆轉 這一點我們也要注意 也就是說 你要從平常裡面 就培養第二念 就當第一念起顛倒的時候 你平常就能夠提起第二念的正念 好這個地方有沒有問題 第二念的正念 其實第一念我們很難控制阿 諸位 因為第一念 很多都是我們過去的等流習器 你要第六意識 第一念就聽你的 我覺得有點強人所難 因為這個第六意識 他有等流性 他前身是什麼習器 他今生還什麼習器 所以你現在只能夠要求第六意識 第二念聽你的 就不錯了 請說 請說 這個正念 師父可不可以再 稍微詳細去 就是提起佛號嗎 還是說有更廣泛的解釋 當然提起佛號是一個 是皈依對不對 然後你要想到 雙婆世界 的一個 燕梨 極樂世界的星球 你把佛號做一個正家的引導 你提起佛號 你還得引導佛號 你要做兩件事情 提起佛號 是一種專注力 一種指 引導佛號 是一種關照力 提起佛號其實不難 但是怎麼引導佛號 這個就是很關鍵的 智慧的抉擇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提起第二念的正念 能夠破壞第一念的妄想 為什麼 為什麼主師講 不怕練棋 只怕厥齒 為什麼不怕你打妄想 只要你肯覺悟就好 為什麼 為什麼 對啦 因為真能破壞 就這句話而已 你永遠要相信 當你在 當你覺悟的時候 你一個很重要的信仰就是 覺悟是真實的 顛倒妄想是虛妄的 這種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光明出現的時候 黑暗一定會消失掉 所以你現在 關鍵是你怎麼培養一種覺悟的力量 在你的心中 你平常在打妄想的時候 就有覺悟的力量 你臨終一定會有覺悟的力量 但是你要是 你說我要訓練到臨終的時候 完全不打妄想 那是有點強能所難 我們一般的凡夫的臨終的正念 都是夾帶妄想 但是你妄想在調伏的狀態 就可以了 我們很難修到祖師的正念 夜盡晴空 萬里晴空 一如明夜 所有的烏雲都沒有 一點妄想都沒有 不容易 你現在必須要訓練一種 調伏妄想 引導妄想的力量出來 而不是讓你自己沒有妄想 所以臨終的正念 在於第二念的正念 一般來說 我們合理的推論 定一念 都是打妄想的 因為在等游息器 但是不怕 因為你雖然是第二念 但是你是真實的 光明 妄想雖然走在前面 但是它是虛妄 因為它是虛妄的心 言虛妄的勁 創造一種虛妄的力量 請說 師父慈悲 莫誰見過很多老人家 他臨終的時候 進入一個階段 是泥流的那個階段 很多第六醫師都是很暗淡的 在這個時候還會有正念嗎 我看過好多都沒有咧 這個我們 好請坐 我們晚年的時候 你要嘛好好的活著 要嘛就早點走 這個病痛的拖 這不好真的不好 因為你經常處在病痛當中 你第六醫師慢慢就會 就剛剛你說暗淡下來 真的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 厭我臨終無章 就是說 因為你經常處在病痛當中 你那個色身影響內心 這個身心世界互相影響 因為你的心 要產生活動 要一直跟 所以你根身敗壞的時候 你的明瞭性也受到影響 某種程度也受到影響 那麼你長時間處在一種病痛當中 你可能病痛個一年兩年 還可以提起正念 時間久了以後 你就 因為色身的 給你的傷害太大 你的心就慢慢暗 而且你長時間 沒辦法聽聞佛法 病痛的時候 你很難學習佛法 那麼你一個人不進步 他就只有一個結果 就是退步了 這個就不好 所以 臨終的時候 晚年的時候 你可以得早點走 不能被病痛所拖延 這個很重要 因為拖久了 你臨終一定要怎麼樣 數戰數決 進度中最好就是數戰數決 趁你精神體力好的時候就往生 最好 那有些人是喜歡壽命長一點 那有些人是喜歡壽命長一點 但是你要嘛就健康的活著 真的是這樣 從精神的角度是這樣 師傅請問一下 那怎麼創造數戰數決的音樂 所以你要發怨嘛 是吧 你願我臨終無障礙 你跟阿彌陀佛我就是發怨說 我希望我 那這個願意不可思議啊 真的你發怨 你不所有的功德 就往那個方向走 讓我能夠 要嘛滑好活著 要嘛就早點走 我跟大家講 拖下去是對你非常不利啊 你這種 修行啊 最怕一拖 一拖下去 你第六一世 得不到很好的文師修 文師的智慧的加持啊 他就慢慢的退化 慢慢退化 慢慢退化 到最後就是暗頓的招了 當第六一世暗頓的時候 你已經不能成功的引導第八世了 那就有業力來引導你了 反正臨終的時候 你要嘛第六一世引導 第六一世的練力引導業力 要嘛就是業力引導你 所以你拖太久 對你是非常不吉祥的 從金主宗的角度啊 因為你的第六一世暗淡了 你失去了引導第八世的機會了 是吧 請說 阿彌陀佛師父慈悲 剛才您有講過就是 破那個對峙堅固妄想 要用觀照的方法 能不能請師父詳細講一下 如何用觀照的方法 我想在自己修行的路上 下一堂就會開始講觀照方法 我們下一堂課呢 講到第六一世 有三種觀照 第一個 第一個 對空性的觀照 或者妄想 第二個 對菩提的觀照 第三個 對淨土的觀照 我們後面會講到三種觀照 對你都非常重要 空性菩提跟淨土 那麼 下一堂課開始 其實我們前面都在講到 業力的這一塊 真正開始訓練第六一世 你生命真正的反轉 下一堂課開始了 三種觀照 空性菩提跟淨土 那我們下一堂課再繼續 好 今天我們先上到這 下下文長 附再來日 回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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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